每日一百字 歇心 读心 明星 原来开悟这么简单 苗董任言一千日 让我们一起共同学习 苗董任言一千日 第四百零八日 今天学习的主题 忏悔罪业 减少修行障碍 经文段落 若我灭后 其有比丘 发心决定修 三摩提 能于如来形象之前 身然一灯 稍一止结 急于身上若一相助 我说世人 无始数在 一时仇弊 长急世间 永脱猪漏 虽未疾民 无上绝路 世人于法 已决定心 若不为此 舍身微因 重臣无为 必还生人 愁其数债 如我买卖正等 无益 消文 身然一止 身上燃上一灯 烧一止结 燃烧一手止结 身上若一相助 用相燃壁 无始数在 以前或过去式的在 一时仇弊 一时之间完全消灭 长急世间远离 永迟的意思 以上消文 至此 恭请建 灰法师 慈悲开示 阿弥陀佛 各位全球云端 共修的学员 大家好 今天是 苗董任元一千日 第四百零八日 我们要来谈一个 很特别的修行 在佛门当中 常常会引来 很大的讨论 佛陀讲这一段 是在强调 末法的修行 要安全 而且要成功 那就要掌握 这修行三决定义 色心为戒 应戒生定 应定发会 四则名为三五漏学 那这其中呢 最重要的就是戒 戒有四个 最重要的根本大戒 杀 盗 淫 忘 这四个 那我们现在要谈的是第三 这个偷 偷到 最重要的 在楞严经的修法 主要要戒除偷心 偷心不死 没有断除偷心 那就很容易产生邪念 邪见 乃至于跟邪道相应 所以这边讲 偷心不除 必若邪道 那这个邪道呢 就有各式各样的 不正的 一种修行方法 看起来好像 也在修行 很多人会觉得 他也在修行啊 怎么会说他是邪的呢 那也有人说 我是正的 那事实上呢 其实 常常宣称自己是正的 也许他也是邪的 只是他不知道 因为这些途中啊 没有分辨的能力 各个自为成无上道 我们要知道呢 是真心修 还是邪心修啊 那就要了解 自己的心 是否可以产生 正确的方向 而且有正确的力量 菩陀给我们很多的指标 我灭度后 末法之中 有很多这样子的要挟 那每一个都说 他是善知识 而且也说 他得到上人法 那你怎么分辨呢 但是他们的特质啊 都是让修行的人 失心 失去的正念 产生的贪念 而变得 自己不清楚自己 有多少的问题 也没有办法 明确的 有智慧的修炼 也不会进步 所过之处极佳好散 他不是只有家的问题哦 而且自己的心里面的 这个心啊 失去的正念之后 这是影响到 生生世世的方向 所以这边呢 就要很重视 这样子的问题 而不会觉得说 没关系啊 我现在啊 也是好像还没有什么问题 我的家呢 也没有什么好散 那佛陀啊 就在讲啊 你今天是要来学法 学的目标 是要能够了生托死 不要忙修瞎恋 那佛陀的弟子啊 是里面最有典范的 因为佛陀用直接了当的方式 教比丘要舍掉贪念 第一就是寻方启食 这个是我们在讲的是说 这个比丘啊 要修行 如果连放下自己的生的贪念 跟心的贪念 还有每天的食物的贪念 都没有办法去破除的话 那你其他的修行 其实很难成就 那这是第一 第二呢 就是再来讲的 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的 若我灭后 岂有比丘啊 发心决定修三魔地 那大家都出家嘛 出家 那最重要的就是发心 那发心是发什么心呢 是发 不管是菩萨心 还是发生闻心 都是要 断除烦恼 有这样子的发心 那这个断除烦恼呢 是要从定跟会去除 那既然要修 那我们自己就要知道 目的是要解脱 那怎么样去做呢 就是要修三魔地 有这样子的三魅力啊 才能够真的 有力量把过去 累生累劫以来的 业 还有账 可以拔除 那佛陀在这个地方呢 除了日常的启示之外 交给比丘啊 一个非常特殊的法门 要舍掉自己对生的眷恋 其实真的是很不容易 那说如果能够啊 在如来向前 生燃一灯 烧一指节 急于身上热一香柱 那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叫做燃壁 或者是燃生 或者是燃香 燃止 那燃之什么 就是烧哦 而且它是真实的烧 不是做个仪式 那很多人 哎 知道哦 我有做过哦 是受菩萨戒的人啊 就是手臂上就会燃所谓的戒巴 其实它不是戒的巴 不是代表你戒的巴 而是代表你有进行燃壁共佛这个仪式 这仪式要做什么呢 这是佛陀教我们的 那比丘啊 他之所以成为比丘 很多人就会说 哎 师父你头过来给我看看 头顶上呢 都会有三个点 这是所谓的戒巴 其实它不是戒巴啦 它是燃顶 燃顶共佛的一个痕迹 但是呢 它到底是什么原因 它是为什么要这样子 父母养我们的射身身体法夫 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啊 笑之时也 那你出家呢 你怎么会这么不笑 你去破坏你的身体 自残 那这样子跟自杀有什么两样 这是不一样的 因为佛陀他教我们做的这件事情 他的目标是要让我们破除对于 设身的执念 那因为你要远离颠倒 那远离这个烦恼 远离轮回 轮回最大的原因呢 就是我贪着了现有的身与心 就是对于这个五蕴夜暴之身 产生一种执念 你看每天啊 我们就是照顾这个身 就要让他吃好的 穿好的 就害怕他不舒服 现在太热了 等一下太冷了 你每天啊 就是绕着这个身来团团转 包括要吃 也是这样子 所以呢 如果你真的下定决心呢 我来进行这样子的仪式 出家的时候呢 也会燃必供佛 或者是呢 我要受戒的时候 我要燃指 或者是燃顶供佛 那这个意思是什么 就是假使热铁轮 在我顶上弦 终不疑此苦 退失菩提心 重点是 它是一个意义 什么意义 就是 你的头 头上有热铁轮 然后你的心呢 还是很坚持要修行 不会因此而退失菩提心 你有这样子的发心的时候 你的菩提心啊 会让你超越色身的执念 那所以主要的目标啊 是要做这件事 所以佛陀说 如果你能够做这件事情 而很肯定 而且不畏惧的话呢 我说世人无始素在一时仇弊 常依世间永脱猪漏 虽未及明无上绝路 世人与法以绝定心 重点是什么呢 重点就是在这个人的决心 在这个决心的修行 这是最难最难的修行 就是要放掉自己对于设身的爱护跟执念 那你可以呢 舍身 你是烧手烧直燃壁燃灯 乃至于呢 点在自己的头上燃香 这是会痛的 这会让你觉得 哇我的身体受伤了 会引发这个本能的害怕 本能的自己对于自己设身的一种保护欲 那你在这个时候呢 你还是愿意去做这样子的修行 做这样进行这样子的仪式 那佛陀说 这就是无始素在一时仇弊 从这里面呢 其实重点不是在于 是不是他不是为了消业障 然后去把手烧掉呢 不是 重点是这个人他对于修法的决心 已经是不可言喻了 就是下定决心 那虽然说他现在呢 还没有成佛 还没有很明白 但是他的决心是如此的 从此之后 他的方向就不再往轮回的方向 所以才能够长一世间涌脱猪肉 因为他的方向啊 如果确定这么的明确 你一定就是涌脱猪肉啦 那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哦 因为很多人不明白啊 最重要的是透过这样子的仪式 这种修法呢 可以确定你的心是往解脱的方向 所以长一世间就是再见啊 跟这个生死轮回是再见的啊 那佛陀又进一步讲啊 若不为此舍身为因啊 如果呢 你不做这样子的一种修行跟供养啊 众成无为 必还生人 愁其数债 如我马脉正等无益 佛陀举自己的例子 佛陀成佛了 在菩提树下成佛 这就是已经证得无为法 那他还是有一生有旧个果报 其中有一个就是马脉之报 那这就是很多人会问 你不是都成佛了吗 你怎么还会有背痛啊 还会有被人家栽赃啊 那还会有这个马脉的这种果报啊 这不是说我今天成佛了 我过去的业障啊 就一笔勾销 仇人通通都不要来上门 那还是有的哦 为什么 因为啊 因果就是因果啊 他不会因为你现在成佛 那你过去的这个果成熟了 你就可以逃过一劫啊 所以呢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哦 因为无为法 是不是否定因果 不是 因果是因缘果报 形成了一个现象 这是现象是有的啊 如实的啊 但是如实当中呢 你怎么去承受它 你怎么去面对它 这是很重要的啊 那佛陀呢 就举他自己的例子 他也是有受马脉之报哦 那这是什么原因 我们先看一下 这个马脉啊 其实就是 佛陀曾经有一次啊 在结下安居的时候啊 接受一个啊 这个婆罗门的供养 那他说 我来供养您三个月啊 结果呢 佛陀啊就带着五百位 阿罗汉啊 一起去接受供养 那结果啊 这个要供养他的这个 阿奇达啊 竟然沉迷于五欲之乐 虽然佛陀在门口 他不让任何人来吵他 结果呢 就佛陀跟这五百位阿罗汉啊 就怎么样 就饿肚子啊 就没有人招呼 然后也没有人 知道佛陀没有人招呼 然后这个要供养他的这个 婆罗门 完全忘记这件事 他沉迷在五欲之乐当中 所以呢 阿佛陀这个接受的人 要去供养的时候啊 这个人忘记了 或者是见不到面 他也不能够马上就去找别人 说我们来脱波 因为这三个月当中呢 结下安居是不可以跑去脱波的 那所以只好呢 就在那边休息 哀饿 结果 这三天呢 就都没有任何人 可以吃得到一顿饭 一顿饭都没有哦 那因为大家都知道 佛陀的弟子都在 结下安居嘛 那结下安居就没有准备 要给佛陀脱波的 这一些食物 没有要来啊 没有要来我们都没有准备 所以纵使啊 这个弟子们都跑去 问 哎有没有 哎可以吃 哎就通通都空波啦 结果最后呢 就遇到了一个养马的 他就看到佛陀没有得吃 五百比丘也都没有得吃 所以就把 要准备给马吃的 麦啊 就分一半啊 给佛陀和五百比丘 结果这 大家就只好吃马麦啊 这马麦难吃的不得了哦 可是呢 佛陀是很慈悲的 他有三十二项 其中呢 就有一个啊 叫做上位项 啊 所谓的上位项就是 吃什么到佛陀的口中啊 都变成天除妙共啊 这这么难以下宴的马麦呢 竟然呢 经过佛陀的祝福之后 就变非常非常好吃啊 那大家呢 也就也就 因此就没有挨饿 那有人就问啊 说哎 到底为什么会有这种事情 我们整个五百罗汉 都是阿罗汉呢 怎么还有这种果报呢 原来啊 是在过去 久远节前 佛陀曾经呢 犯了一个口过 因为这个王啊 很供养当时的一群修行人 他来供养五百个罗汉啊 希望呢 能够接受王的供养啊 那结果啊 就有一个比丘 叫做弥勒 不是这个弥勒佛 是佛陀的前身啊 他就生病了 就没有去 就没有去吃饭了 那结果呢 他就看到 佛陀跟大众 当时的那个佛跟大众去吃 吃的这么好吃 然后他就看了就很生气 因为他不能吃啊 他不能吃啊 那 那他就很生气啊 他就说 这些秃头沙们 根本就不应该吃这些东西 就应该要吃马麦 所以就造了这个口业啊 完蛋了啊 结果呢 这就是当时的佛陀啊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因缘啊 就是非常的不好啊 他怎样就是去批评了整个道场啊 批评整个大众啊 那这个人呢 啊 就是 谁 就是佛陀本人 佛陀以前造过口业啊 他在做 啊 不懂不懂的时候 在无知的时候 他所做的业啊 会不会因为他成佛之后 他知道啊 我以前做的这些事情是错的 然后就因为我现在成佛 然后就一笔勾销 没有 所以佛陀在讲这件事就是 因果招然 是不可以 不去面对他的 那有的人就说 那这样我学佛干什么 学佛就 没有办法逃过因果 那还要比别人一样 还要遇到所有的因果 还要甘心甘受 真的很惨 那事实上呢 即使你没学佛 你还是在因缘果报当中 有学佛呢 你就会明因事果 知道这些事情 不是没来由 那 欲知前事因 今生受者是 当你接受了 那重点是 从此之后 不再造恶业 那这就是 学佛一个非常重要的 态度 以及方向 那从此呢 你一定会解脱 好 所以这个部分呢 是佛陀在特别讲 诶 我们要怎么样表达 我们的决心呢 诶 这个燃壁共佛 燃子共佛 或者是燃香共佛 燃顶共佛 就是一个表达决心的一种仪式 而不是一般人说的 哎呦 在破坏自己的身体 这其中最重要的是 那一个决定心 好 以上呢 是今天的内容 我们看大家有没有要回馈 或者是要问问题 师父吉祥 弟子也在两年半前 没有任何佛学基础下 受了五界及菩萨界 现在回想起来 感觉自己真的是很有福报 可以跟佛结缘 因为有了戒律的规范下 可以时时刻刻去 去观照自己的每一个起心动念 帮助我们修行成道 也在未来的生生世世 与佛法结缘 那另外在前面的经文中 弟子有个疑问 说到佛陀在世时 以大悲心显现神通力来变化 没有生命力的五境肉 目的是为了让比丘来 维持身体的运作 那当时佛陀为何不直接 变现蔬菜水果就好 为什么要变现五境肉 来让后世的众生 产生误解呢 感恩师父阿弥陀佛 这个你要问佛陀啊 哈哈哈 佛陀在改变的是一个观念 但是呢 当地的这个草菜啊 当地草菜不生 那个环境是大众共业 那如果呢 佛陀可以把它改变成蔬果 你这个蔬果 你总是要有一个地方 长出来嘛 那你长出来 明明这个地方就是没有办法长出来 那为什么它可以长得出来呢 所以其实是这个当时的一个环境当中呢 的确有很多很复杂的原因 那你为什么会生在那种环境 那也有你的原因 有自己的夜报 那我们自己也是要知道 如果我们很多事情是没有办法用 你为什么不要这样做 或者是为什么要那样做 来一概而论 那我们自己要问 今天有愿意持戒的时候 任何困难啊 就像现在讲的这个烧身一样 那也可以用其他的形式啊 也可以表达你的决心啊 你一定要用这种方式吗 那其实每一个人都可以选择自己相应的方式 佛陀的教法有八万四千法门 那对于所有世界的众生呢 他在说法的时候 他会因应当地的风俗民情 可是有的人就是不明白了 就会以这个外相来评论 那譬如说我们也不知道印度那边的情况是什么 那或者是我们也不知道佛式的那个时候是什么 现在留下来的都是一个记录 那当时是这样吗 那是怎么样呢 譬如说我们要去拓波 那有的人就提倡在这个时代 嗯我们也来拓波 可是现在这个时代跟以前的时代就是不一样了 形态都不一样 那自己状态都不一样 那我们要怎么样还原当时的情况 所以最重要的是学习佛法的时候呢 要去问说佛陀他教我们的这一些道理啊 你是受持精神他的意义 来放在自己身上舍离自己的贪念 还是拿出来说 哦来讨论佛陀的做法到底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可能 的确有可能啊 他如果到其他世界 有的世界像香姬佛国 那个世界根本就没有这种问题啊 所有的食物都是变出来的 也不需要去去评论他说是 是不是有杀生 那在这个世界呢 是有杀业的世界 所以我们才会去想 哦这个杀的这个问题 古时候啊在吃东西的时候 竹水草而居 那个时代啊也没有这么多的杀业 现在呢就发明了很多的机器 乃至于有畜牧业 所以我们几乎每天是没有不杀生的这种姻缘啊 那以前的人久久一年才吃一只母鸡啊 吃一只鸡啊 过年才吃 那现在呢每天都可以吃 随时都可以吃 那怎么去说当时的一种情况 所以呢 古今的整个背景环境 它是不太一样 那我们现在身为现代人 我们只问我们现在这个时候佛陀他教我们的 我们能做多少 至于要去讨论以前是什么情况 那纵使还原到当时 也有当时的情况 它是很复杂的一个生命的轨迹 还有整个共同业力的形成 那在这里面呢 其实我们也没有办法用某一种势力 某一种举证来证明佛陀所说的 是不是当时的情况是什么 那至于佛陀会怎么做 那我们自己听了之后 你觉得这是有道理的 或者是没道理的 那也有人就是会把它扭曲啊 甚至于选择自己爱听的来听 不爱听的就说 这个佛陀是当时的因缘啊 这不是我们现在的情况 那也没有办法 所以最重要的是我们要了解戒律的精神 它最重要的是什么 因为以前呢 看到这个烧手烧臂啊 我们也有师兄啊 这全身都燃灯了啊 全身都点戒巴 连脚都点啊 但是呢 修没几年啊 一被骂啊 就还俗了 那到底在修什么 就起烦恼还是很严重啊 所以要了解我们自己的心一定是 越来越有智慧 那这些仪式或者是这些意思 我们知道哦 这是原因是什么 功能是什么 那佛陀的用心是什么 这样子才不会偏差 好谢谢